公元一世纪在世界的东方 经过复杂的宫廷斗争 历史选择了一个16岁的少年担当大人 他就是汉武帝刘彻 他的雄才大略 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三部 汉武雄风逐鹿四方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四十集 官室反击战 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到刘彻派派四个人去反击匈奴 这几个人有输有赢 当然输得最惨 输得最没面子的 没想到不是那些新兵蛋子 而是老将李广 李广那骑兵没了倒是其次的 主要是他自己竟然被匈奴给活捉了过去 这下子面子可是丢大了 李广非常的生猛 天不怕地不怕 对于这点 匈奴人是知道的 因为知道 所以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同时匈奴领导还对部下放出狠话 一定要打败李广 生擒他来见我 那么匈奴人之所以放出这句话 原因只有一个 人多 当然这战争可不是群殴打群架 人多就不一定可以赢 但是人多肯定赢的概率 要比人少的概率要高一些 特别是在一片空旷的草原上 拿着刀面对面的互相砍的时候 这人多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于是乎呢 李广和匈奴的这场战争 一句话 就是人多的打人少的 我们知道李广非将军这个名号呢 全是靠一高人胆大 来闯出来的 想当初 他一支小分队 就敢追着匈奴特务 半路上碰到匈奴部队 于是呢 他一再壮胆忽悠 硬生生的靠着一支小分队 就把对方给吓着了 但是 现在的匈奴可不像以前了 现在人家学精了 当然不能在同一个地方 被你忽悠第二次呀 果然 匈奴呢 凭借着人多马壮 先将李广打残 然后呢 把李广给活捉了 那么李广被活捉呢 全是因为他爱冒险惹的祸 从前 他以一支小分队 就足以下退一支匈奴军 现在人家不吃你这一套了 李广被匈奴生前以后啊 他没有装酷 也没有装傻 而是装伤 匈奴人只好将他装在了网兜里 用马匹 把他给拉回去见领导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又一次被李广给忽悠了 因为李广发现了 他哪怕是装病 匈奴人还是防着他 于是啊 他就心头又生一击 我装病不如装死 哎 果然 李广装死啊 匈奴人还真被骗过了 领导说了 一定要活的 不要死的 现在人已经死了 只能将就着拖他回去交差了 于是呢 匈奴人放松了警惕 没有人在意这个死人李广 李广呢 就这么被拖着走了十余里 他放眼观察周围啊 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投生机会 在他的旁边呢 有一个匈奴兵仔啊 身跨好马 背负梁公 神态松懈 老天真是开了一个眼 派这么一个新兵担子 来看管我李广 果然 李广啊 立马咸鱼翻身 疼要而起 直扑匈奴小兵的身上 匈奴小兵的犹如白天碰鬼一样 他还以为 这李广 哎呀 浑浑附身了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就被李广把剑给夺走了 马也给抢走了 一把推在地上 看着李广策马狂奔 所有的匈奴兵都惊呼起来了 我弟天哪 赶紧追呀 这非将军还活着呢 几百个匈奴骑兵啊 就像是狼群一样出击了 直扑李广这只困兽 事实上 李广的非将军这个称号 那是经得住追兵考验的 匈奴人因为领导有言在先 要活捉不要死时 所以呢 他们也不敢放剑了 这下 对于李广来说 可是占了大便宜了 于是呢 李广一边跑 一边回射匈奴 进一个射一个 进两个 我射一双 见五续发 渐渐伤人 李广呢 奔命了几十里 终于将追兵给甩掉了 这时候啊 他看到了 他自家那些被打胜的兄弟 只好顺道 拾了这些残军 回到长安 向刘彻汇报战况了 不用多说 长安等着他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果然 这四支部队 分头回到长安之后呢 刘彻听完汇报 立即就指着李广大吼一声 给我拿下 同时被拿下的 还有公孙敖 输了就要服罪 刘彻呢 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后路 那就是斩 但是啊 李广和公孙敖 都没有死成 原因是 他们用钱 将刘彻给摆平了 这个得说一说 汉朝的死罪了 在汉朝 被定为死罪的 可以有三种结果选择 一个呢 是以命抵罪 第二个是 拿钱赎命 第三个是 接受公刑 这三条啊 中间那条 比较有人性 这钱呢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留得性命在 不怕挣不来 但是 这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多少钱可以赎命呢 六十万钱 那么这六十万钱 对于李广和公孙敖来说 那都不是事 但是对后来同样被定为死罪的某个人来说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个人呢 就是实际的作者司马迁了 李广孙子李灵 兵败投降 司马迁呢 替李灵说了一句公道话 惹得刘彻大怒 于是呢 被投进死牢 准备拉出去摘手 司马迁举全家上下砸锅卖铁 硬是凑不起 这要命的六十万钱 都是当官的 为什么李广和公孙敖有钱 为什么你司马迁就没钱呢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李广啊 家底后 公孙敖呢 朋友多 两个人多少啊 都有点赞助商 但是 司马迁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的工作呢 就是搞历史研究 这个专业啊 不吃香 经费也不怎么多 想贪几个钱 门都没有 最后呢 他只能接受公刑了 司马迁不怕死 怕死不是司马迁 他呢 之所以选择公刑 是因为他知道 有一样东西 比他裤裆底下的这个 难跟更重要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史记 史记呢 这是司马迁对抗刘彻 最有力的武器 你可以毁灭我的肉体 但你永远不能毁灭 我的精神和我的梦想 你要让我生不如死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要强忍着肉体 和崇高的斗志 击垮你的嘲笑 和强权意志 那么事实上啊 司马迁赢了 刘彻呢 也是莫名的赢了 司马迁造就了千古之绝唱 无蕴之离骚的史记 刘彻呢 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 这个呢 就是后话 好 咱们接着再说回 打匈奴这事啊 这次攻打匈奴呢 最赚的人就是魏清了 魏清呢 凭借这七百个人头 被刘彻 刺绝关内侯 这个关内侯呢 正是一个好名声 没有实际收入 但毕竟啊 他是一个侯 其实啊 这封侯倒是其次 魏清声名雀起 从此奠定了 他在军中的地位 更难得的是 魏清这个尾巴 没有翘下来 他呢 非常的低调 也很随和 待人亲切 同时呢 又很善于搞好 各种社会关系 无论是清高的士大夫 还是低微的小士兵 再或者是皇宫中的权贵 无人不失之于理 于是和匈奴干完了这一家 魏清的人气指数啊 就暴增 成为了年底 最受欢迎的人士 但是呢 这次出击 仅仅是刘彻打架生涯的 第一战 刘彻当然不能罢休了 匈奴人更不愿意罢休 公元前一二九年的秋天 匈奴再次进犯汉潮 这次呢 匈奴人属于挑衅加搅浑水了 因为他们人数只有几千人 他们沿着这个边境呢 就抢啊 到啊 屡屡得逞 他们抢劫就像是吸毒上瘾一样 抢完就走 然后呢 又来抢又走 然后再来抢啊 无限的循环 在众多受抢的地区当中啊 这个渔阳是最惨的 渔阳是哪呢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密云县 刘彻当然不能对渔阳坐视不管呢 必须派出一支军队去守住渔阳 哎 那派谁去呢 在这个时候啊 刘彻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韩安国 韩安国呢 从梁国的一个小官一直混到中央 当了丞相 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然而自从上次和刘彻出差 坐车摔下车以后 差点成为一个废人 先是刘彻呢 以不能工作为由啊 撤去了这个成像之职 后来呢 韩安国病情稍微好转一下 刘彻呢 用一个中卫的职务 就将他给打发了 再过一年 又给他换了一份工作 卫卫 现在呢 刘彻决定再给他换个工作 牵卫卫韩国为步兵将军 派往北京保卫祖国边疆 嗨 各位好 我是杨强强 您现在收听的是 越往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三部 汉武雄风 逐鹿四方 如果您觉得杨强强 我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那么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再或者给我打个赏 在这啊 我谢谢各位了 一直以来呢 韩国都是和亲派 现在呢 时势变了 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这个主和派 也得硬着头皮去打仗了 那么刘彻其实 之所以派韩国去屯鞭 也是有两层意思的 首先 韩国这个人过气了 丞相这个位置呢 下来容易 上去可就难了 你一旦下来 再想上去 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派韩国去屯鞭 驻守边疆 的确呢 是有一些发配的意思了 其次呢 别看韩国之前是主和派 就以为他害怕打架 事实不是这样的 他呢 能文能武 算是一个全才 所以韩国屯鞭 又有临危寿命之意 那么总结以上这两点 如果说韩国守边有功 将来仕途呢 有可能是光明的 如果说干不好的话 那就羞怪人家 手下不留情了 事实证明呢 韩国呢 没有辜负后半生 得来的这个 虽人的称号 他到鱼洋餐一年之久 就遇上了一个虽人 公元前128年的秋天 匈奴人再次发狠 派两边的骑兵再次反兵 他们呢 胡刀伶俐 杀入到了西郡 干掉了辽西太守 俘获两千多人 紧接着 他们毒瘾大发 继续挺进 杀入到了鱼洋 鱼洋呢 是韩国负责囤手地盘 叫韩国对付田坟那些 政治流氓 那是戳戳有余的 然而当韩国一听说 匈奴气势汹汹地朝他扑了过来 他可就急了 他急不是因为不敢打 而是因为来不及打 他来不及打呢 追究起来 这都是他的错 韩国这个人呢 谋略过人 为什么会犯错呢 其实他之所以会犯错呀 正是因为他相信了刚才说的那个虽人的话 这个虽人呢 就是匈奴的俘虏 事情是这样的 韩国来到渝洋之后呢 霍霍霍地摸刀 可是呢 匈奴不傻呀 一直在躲着他 于是韩国主动派人去侦查一下 抓到了一个匈奴人 一审一问 人家告诉他 说匈奴军呀 早就跑得无比遥远了 韩国一听呢 心中窃喜 于是他就给刘彻上书 说呀 现在是农忙时节 请求停止吞军 一部分部队呢 回去忙活 留下七八百人就够了 刘彻呢 也批准了 可是 韩安国呀 中计了 他刚撤兵一个多月 匈奴人就像恶狼一样 来了一个挥马枪啊 匈奴人跑到家门口来了 韩国只能领着七百名士兵 批装上阵 但是韩国的兵呢 又不是铁兵 又不会降龙十八掌 这七百人硬撑着 那只有葬命的份了 于是 韩安国和匈奴人打了一仗之后啊 看看这招架不住了 马上就带着人马退回到城里 死守不出 既然匈奴人大老远过了 是立志要进城去的 于是匈奴骑兵 排兵列阵 向坦克 以子兵排开 准备撞城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 让韩国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救星来了 在这个时候呢 燕兵温风而来 救了韩国 匈奴看到汉兵救兵赶来 也只好草草收场了 他们就转向下一站 燕门郡 然而 匈奴骑兵冲入到燕门郡的地盘 还没杀过尹 这时呢汉朝大军也来了 那时 魏清呢率领着三万兵 从燕门郡出发 将军李熙从戴郡出发 汉军的两路夹击 关门打狗 之前呢 匈奴人是人多打人少 现在 轮到他们人少 被人多开打了 魏清呢也是不负众望 发挥着疯人的疯狂的殴打精神 斩首竖亲 这一场战争啊 用一个孩子的话来说啊 就是啊 好人打跑了坏人 世界恢复了短暂的和平 那么这个囤手鱼羊失败啊 韩国心里非常难过 他终于深刻的认识到了一个问题 防火防盗 防匈奴 那是时刻都不能掉以轻心的事啊 但是呢 这一切已经都晚了 因为刘彻已经派人过来了 刘彻派人大老远跑这一趟 主要呢 是问候韩大人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刘彻这话呢 问的韩国心里非常难受 于是心里难过 脸面难挂的韩国 干脆啊 向刘彻请求 要调回长安 韩国告诉刘彻 此次囤鱼羊失手 充分证明了 我不适合搞国防建设 而且我现在身体有病 还是将我调回长安 干我的老本行吧 那么韩国的老本行是什么呢 内斗 他外斗不行 那就转岗内斗吧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啊 然而刘彻二话不说 将韩国的请求啊 打了回去 刘彻告诉韩国 你必须与时俱进 适应这外斗工作 当然 刘彻这话可不是白说的 他立即将韩国东迁 囤守右北平 这右北平呢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 这旧县的西南 想回长安 我说老韩呀 你还是做梦去吧 先啃啃杀子再说吧 韩国呢 泄气了 刘彻这番话 无疑是政治判决书啊 他的这个政治生涯 可能就这么已经到头了 回望长安 烟雾茫茫 眺望前方 凤沙满天 纵横官场一声 怎看患的是 如此一个落魄 幽魂野鬼般人样呢 韩国的志豪 非常不愉快 不高兴 不开心的 去了右北平 那么几个月以后啊 突然有一条消息传来了 说 韩国生病 吐血而死 事实上 刘彻想打发韩国远一点 那是没错的 但是他并没有存心 想整死韩国 刘彻呢 之所以派韩国去 囤守右北平 是因为 他获取了一个可靠的情报 匈奴呢 要从东边席卷而来 可是没想到 韩国最终 还是熬不住匈奴啊 韩国是死了 死人是小 匈奴是大 反正是救的不去 信的不来 韩国空出来的这个岗位啊 必须得找个人填上去 刘彻 马上开始翻这个 华明册了 到底找谁呢 于是呢 他又想到了汉朝 另外一个有名的虽人 这个虽人呢 就是李广 李广自从上次交钱赎命之后 一直啊 在家里待业 李广是个牛人 但是 不是所有的牛人 都能找到工作 作为职业军队出身的李广 事实上 他的择业空间呢 就只有部队了 如果皇帝一辈子不征用他 那他也只能一辈子闲置了 所以呢 李广只能等待着 于是 无所事事的李广 平常啊 除了喝酒 就是找几个人 一块到山里去打打猎 除此之外呢 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不过还好啊 就在他度日如年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人告诉李广 说皇帝要见你 跟我走吧 刘彻呢 召见了李广 开口就说 要给他一份太守工作 臀守右北平 对于李广来说 管他什么 右北平 左北平的 老板看得起 当然就乐意为您服务了 但是 李广却告诉刘彻 付出 可以 但是 您可不可以 借我一个人用用啊 刘彻就问了 什么人啊 说来瞧瞧 李广说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霸凌卫 刘彻就笑着说了 没问题 你想要 我就让他跟着你吧 要的就是皇帝刘彻这句话 李广也笑了 但是李广这笑 是阴险的笑 那么这个霸凌卫是谁呢 怎么跟李广就扯上了一腿呢 咱们呀 下回 分解 好了 今天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了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三部 汉武雄风 逐鹿四方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持续的更新 如果您觉得杨强强 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啊 我谢谢各位了